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 全程血行不止 变态畸形食人魔展开疯狂杀戮的 美国恐怖片 致命弯道2 大家好 这里是王帝讲电影 故事开始 一名开着敞盘车的变刀女 正行驶在一条人烟稀少 道路两边都是密林的马路上 期间 变刀女接了一通电话 和电话纳头的人吵了起来 结果一不留神 直接撞飞了一名正在过马路的行人 变刀女急忙下车查看 只见被撞的那个人长相极丑 身体畸形 变刀女刚要给她做个心肺复苏 谁料对方突然满血复活 直接咬掉了变刀女的嘴唇 随后对方的同伴也赶了过来 一斧子下去 变刀女就领了变刀 原来变刀女误打误撞的 来到了她不该来的地方 这片森林里生活着一群畸形人 他们杀人不眨眼 以人肉为食 有许多在这里失踪的游客 都不幸成为了他们的盘中餐 他们的出现都是因为近亲交配 导致基因突变 这些机型人不但外形丑陋 内心也十分阴暗 最恐怖的是 他们身体十分强硬 像汽车撞击这种小儿科 根本伤不到他们 镜头一转 一个名为最后幸存者的真人秀节目 一夜之间火爆全网 制片人劳拉打算趁热打铁 再拍一部最后幸存者的第二期 这次有七个人参加节目 分别是退役军队教官尼尔 曾经参加过战争的女兵安倍 滑板少年小帅 极端素食者小美 风骚扶女丽娜 橄榄球运动员杰克 最后一个便当女 因为电影开头领了便当 无法参加节目 在摄影师兼男友的强烈建议下 制片人劳拉只好临时决定 自己顶替便当女上阵 此次节目的背景故事 设定在经历浩劫后的大路上 拍摄地点位于西维吉尼亚州的一处郊区 一行七人将在这里一起生活六天 六天之后 唯一幸存下来的人 就可以获得高额大奖 当然 没幸存下来的人也不是真的死 只是会被淘汰出局 分好组后 七人很快便展开行动 游戏正式开始 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这片树林正是 机型人经常出没的积极地 他们的到来 让这群长久以来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机型人们 感到无比兴奋 很快众人就遇到了麻烦 一名工作人员在树林里小便时 被突然出现的机型人秒杀 接着 尼尔教官也遭遇了机型人的袭击 尼尔作为一名退役军人 自然不会像摄影师那样被动 甚至还可以和机型人硬刚一搏 但最终还是被机型人敲晕带走了 另一边 小帅和女兵安倍分到了一组 安倍的野外生存能力很强 很快就利用树林中捡到的东西 做了一把长矛 小帅则发挥自己捧臭脚的天赋 把安倍这个钢铁织女夸得脸都红了 两人误打误撞 闯入了机型人的营地 机型人全部外出打猎 恰巧不在家 而烤架上正插着香喷喷的烤肉 两人毫不犹豫地把烤肉偷走了 完全没意识到烤架上烤的是人肉 另一边 杰克和丽娜被分到了一组 与两人同行的还有摄影师皮特 三人步行来到河边 杰克以为他们是来捉鱼的 可丽娜却一边脱衣服一边对他发骚 摆出了一副想要跟杰克放飞自我的架势 原来丽娜参加这个节目的目的 就是想多上上镜头借此走红 至于最后能不能拿到奖金无所谓 听闻此言 杰克立马就急了 表示自己再也不想跟丽娜这个垃圾一佐 气愤地离开了 谁知杰克走后 丽娜又开始勾引摄影师皮特 杰克是个好男人 不代表皮特也是 他没挡住丽娜的诱惑 与他原地大战三百回合 殊不知一个机型人正蹲在暗处看着两人 此时皮特的女友 也就是制作人劳拉 恰巧在此路过 劳拉的队友是极端素食者小美 两人原本到河边寻找物资 结果劳拉不知不觉的就被戴了绿帽子 对于劳拉来说 男友皮特就是自己的全部 他甚至把皮特当成了自己的真命天子 可没想到 皮特回馈他的却是背叛 此时劳拉心中唯一的想法 就是赶紧结束这糟糕的节目 一旁的小美则安慰他 这种渣男根本不值得你爱 没有他的日子也许你会过得更好 劳拉觉得好像有些道理 梅里辉正和丽娜放飞自我的皮特 跟随小美继续寻找物资 两人一路来到了一间木屋 没多想就走了进去 屋内空无一人 摆放还算正常 可就在两人走进里屋查看的时候 客厅突然发出来响动 机型人回来了 他们赶紧躲了起来 透过门缝两人看到 其中一个机型孕妇已经临产 她痛苦的躺在饭桌上 伴随着一股漆黑恶心的羊水流出 一名新生的机型婴儿就这样诞生了 看到两人哪是心惊肉跳 而就在这时 机型人发现了他们 两人不敢犹豫赶紧逃跑 最终小美显至幼显的 躲过了机型人的追杀 而倒霉的劳拉 被机型人一记飞腑抱头领了盒饭 丽娜这边 与皮特结束战斗后 表示自己想躺在河边歇会儿 皮特则回到房车 开始制作刚刚拍摄的视频 而那个在暗中偷窥了全程的机型人 也忍不住的做了羞羞的事情 结果刚进行到一半 就被一名突然出现的机型妇女打断了 显然这是她的老婆 愤怒的机型妇女上来就把她一顿暴揍 最后冲出去 把躺在河边的丽娜秒杀了 而皮特回到房车后 也没过多久就遭遇了机型人的袭击 这个渣然的死法相当惨烈 镜头一转 尼尔醒来后 发现自己正被吊在机型人的营地 这时一名机型人拖着劳拉的尸体回来了 尼尔健壮立马就不淡定了 再不反抗一下 下一个就是自己了 于是她看准时机 一招击飞弹打 将机型人打倒 然后夺过匕首解开了束缚 之后又吵起了喷子 对着机型人来了一枪 机型人再厉害 但依然挡不住喷子的威力 随后 尼尔离开此地 准备去与其他参赛者会合 途中 尼尔来到了一个老头家中疗伤 从老头口中得知 机型人的由来跟近亲交配没有任何关系 他们是因为误喝了附近工厂排出的化学污水 身体才发生变异 可就在尼尔准备离开的时候 老头突然抱起 扬言要干掉尼尔 原来老头是这些机型人的老父亲 不过老头并不是尼尔的对手 没两下就被尼尔反杀了 此时 离开丽娜的杰克找到了小帅两人 三人拿着偷来的烤肉开始大快躲移 这时 刚刚脱离危险的小美赶了过来 将山里有机型食人魔的事情告诉了他们 让他们赶紧逃跑 刚开始几人还不相信 可当他们看到烤肉上的纹身后 立马就不淡定了 这正是影片开头领了便当的便当女的纹身 惊慌失措的几人赶紧跑回营地 却发现房车和设备都不见了 没有房车直接跑出树林 很可能会在途中被抓 一番商讨后 他们决定先去附近的废弃造纸厂 说不定那里有五线电池类的设备还能用 然而 在去造纸厂的途中 几人却遭遇了一对机型情侣 正在解锁各种姿势 他们本可以绕过机型情侣逃走 可他们却仗着人多失重 想要跟这对机型人硬刚一波 结果自然就是机型人实力太过强大 把几人打得四散而逃 逃跑途中 小帅和安倍不幸中了机型人的陷阱 最终双双死在了机型人的堵剑之下 此时树林中只剩下小美和杰克 以及在暗中猥琐发育的尼尔 尼尔从机型老头家里搞来两个爆炸箭头 这种爆炸箭头威力强大 就算是机型人接上一箭也必死无疑 杰克两人很快便找到了造纸厂 然而机型人的智商那可不是盖的 两人进入造纸厂后 发现造纸厂里传来了皮特的呼喊声 靠近声援后才发现 那只是一段录像 当两人反应过来时 机型人已经来到了身后 但机型人千算万算 却没想到尼尔也偷偷来到了这里 尼尔知道机型人的厉害 并没有着急现身 而是在暗中观察动向 被活捉的两人可就惨了 一个被吊了起来还挨了几刀 另一个被绑在椅子上 强行为了屎黄色的东西 就在一位机型人放松警惕 调戏这两个猎物的时候 尼尔先是一招生动机息 引开了两个机型人 然后射了一支爆炸箭将其击杀 再趁乱将杰克和小美救走 一顿猛如虎的操作 看到我是热血沸腾 谁料 下一秒尼克就被一只堵箭射穿 领了盒饭 而杰克因为负伤跑得太慢 又被机型人抓了回来 好在小美及时出手相助 把杰克救了出来 随后两人共同合作 将剩下的两个机型人 全部怼进了绞肉机 杰克和小美这才得以逃生 两人来到机型人的车库 这里堆放着很多沾染血液的汽车 而这些汽车的车主 显然早已被机型人吃掉了 两人挑选了其中一辆 还算干净的跑车 驶离了这片树林 电影最后 一个机型人 用装满化学污水的奶瓶 为养着怀中那极其可怕 又丑陋的机型婴儿 这也预示着 机型人将继续繁衍下去 可怕的事情还会继续发生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致命弯道2于2007年 在美国上映 作为致命弯道的续集 该片的恐怖成分依然存在 血情场面也有所增加 强劲的视觉冲击 从一开始就残暴的不行不行 真正做到了 可以让观众目瞪口呆的看完电影 在剧情方面 很多人都指出了不合理的地方 其实我们没必要对这类影片太过苛刻 观看它的目的 无非就图一个刺激 剧情虽然落入俗套 但还是让人不禁好奇 之后又有哪些傻蛋会误闯这片树林呢 那么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王帝下回分说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了 喜欢王帝解说就点关注吧 王帝讲电影有你更精彩 我们下期再见